我最近做事很差 這年大家都很一般 你熟甚麼?明年幫我看看 熟牛是否比較辛苦 熟牛是否比較好? 熟牛是否比較好? 明年牛年反太歲 那怎麼辦? 今年有兩顆吉星 一顆睡假星 睡假星代表老闆管理你工作 或是看你工作 還有一顆華蓋星 華蓋星是遮蓋擋雨 擋擋是非的 但相對於未來年 有四顆不太好星影響你 有太歲星 另外還有劍鋒星 劍鋒星是刀光劍影 血光受傷、病痛 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 待會切東西就小心一點 可以 用刀割工具、刀具就容易受傷 要避一避 沒錯,拿少一點 因為有人幫你切 另外還有伏師 伏師除了健康差一點 也代表工作方面 做到好像伏師一樣 趴在那裡做到 另外還有黃番星 黃番星就是以前 祭祀用的一枝旗 代表今年也似乎是 參加祭祀活動 或可能更甚 白事影響到多少 所以留意身邊人健康 所以今年除了可以涉太歲之外 也可以去素墓製造 另外做事上 也可以跟熟虎的人合作 對你在工作上也特別有利 有蛋吃 熟虎有多好 熟虎今年真的挺不錯 因為今年有四顆有力的星 去幫忙 其中一顆叫太陽星 太陽星代表容易有男性個人的幫助 而且可以加強個人的積極性和行動力 給你 另外還有一顆叫天空星 天空星再加上太陽 整件事好像天氣晴朗 做起時常都特別利朗一點 另外還有一顆天月貴人星 防空化解的力量 假設今年你們想結婚的話 也有一顆熟聯星可以幫助 可能有些身邊熟虎的朋友 想認識女生和拍拖 也有幫助 但留意一下 今天也有三顆的空星影響 當中有晦氣星 晦氣星容易向身邊發脾氣 情緒不好的情況 孤神星容易孤立自己 或者感覺上人們不明白他的影響 還有劫殺星 劫殺星除了搶東西之外 也容易被人搶錢 搶職位 搶女朋友之類 所以今年也要留意三顆星的影響 而另外劫殺星也代表是今年的三殺位之日 所以如果住在大埔、粉嶺 以至港島的梢基灣和橫花村 就稍微留意一下 那熟吐今年怎樣 熟吐今年就一般般 因為今年就沒有任何吉星幫到手 還有三顆比較不太好的星影響 不過好的地方就是 這幾顆星的力量不是太大 當中有災殺星 災殺星就是一些意外 血光或者健康上比較差的影響 再配合桑門星的話 其實會有少少百事的機會 另外還有披頭星 披頭星除了是精神不振 或負能量重之外 個人也會灰少少 所以明年有少少 不太振作的人 比較灰 所以如果男朋友住在沙田、馬安山 或者港島的柴灣 他便會留意少少 而未來這一年 如果熟吐的話 真的要好好調理一下身體 或者做身體 或者可以做善事 以至乎不妨找熟狗的朋友 借他們今年的天德和福星力量 去輸壓壓力 咦 男朋友熟吐 男朋友也不是熟吐 那男朋友熟什麼 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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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行不行 熟狗今年一般般 因為都是范太歲的新潮 當中有三型星 除了官非是非之外 亦都代表長輩健康 是差一點 而另外還有擺安星 擺安星就是一些 和你最少離多 很少見面的機會 另外還有掛縮星 不容易收起自己 不出聲 還有捲舌 捲舌就是很容易 說話不清不楚 或者連帶是非上都比較多 有一種說不明的感覺 所以今年的運程 都是一般般 但好的地方也有三顆星 去幫幫忙 其中有一顆叫八座星 有一點幫到個人樂觀 或者做事上比較沉穩 還有天德和福星 可以保持善良 或者叫做善心幫助別人 所以今年很多事情 都有點有你說不清 與其不如直接用行動 回應一些問題 或不妨跟熟拖人一樣 做多些善事 對於整體運勢也有幫助 說了那麼久 吃東西吧 來,乾杯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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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